昨天我收到一条私信啊 我的一个粉丝 她是一个大一的女生 她被学长骚扰了 我天哪 然后我说你为什么不拉黑呢 她说因为她这个学长和她 所加入的一个社团的部门的部长 关系非常好 而且她非常喜欢这个部门 大一的小女生是真的单纯可爱 首先呢 你的学校有很多很多的组织 她作为一个组织的部长 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可以威胁到你的地方 其次呢 她还只是这个部长的朋友 如果你这个部长真的是一个政治的人的话 绝对不会因为她朋友骚扰你 而你把她拉黑这件事情排挤你 她也没有这个能力去排挤你 第二天呢 在你大学之中能决定你利益的 能决定你大学毕不毕业 成绩怎么样的 持有你的任何老师 没有任何人可以决定 这些所谓的部长也好 主席也好 他们都是为学生服务的 或者说他们都是工作比较认真 表现比较优秀的 但他们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利 可能只能决定你在这个部门的一些事情 但大学的组织有很多 这些组织也并不能决定你什么 第三呢 你要勇于说不 该拉黑就拉黑 该报警就报警 该告老师就告老师 跟你们的辅导员说呀 这些生活问题辅导员都很积极 很乐意的会帮助你 因为学生的问题都被辅导员管 千万不要做沉默的大多数 一定要说话 不要害怕 他们真的不算什么 我看到也是非常生气 其实这种事情也非常正常 因为很多到大三的学长 也都是非常的饥渴 而且大一的学妹呢 她刚来到这里 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又需要这种安全感 对这个环境不熟悉 所以说他们可能有时候就被骗到了 但我觉得爱情是双方的事情 强女的瓜不甜 很多人上大学 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还是要做正直一点的人 不要整天做那种事情 真的很下流很无耻 万一被你们学校某个墙曝光了 怎么办 以后怎么在同学之间混呢 正能量 好吧 正能量刷起来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